上個月底才把婚便拿出來大聊特聊 楊麗花完全不在意 還說自己瘦身成功 減重8公斤 好心情全寫在臉上 但現在卻被周刊爆出 丈夫洪文棟 有名55歲私生子徐國章 身形裝作的徐國章 梅雨堅和洪文棟年輕時 有幾分神似 他出示三筆洪文棟揮款記錄 表示自己曾經因為學貸 車貸和醫藥費獲得洪文棟金援 但從小到大只見過父親7次 洪文棟並不想認徐國章這個兒子 跟洪文棟合照的女子 就是徐國章的媽媽徐英媚 洪文棟就讀高雄醫學院時 認識在台中舞廳上班的徐英媚 兩人在高雄同居身子 但洪文棟已滿已婚身分 對於洪文棟的女人緣好 其實楊麗花也知道 當年很有名的 呼啊呼啊公子洪醫師 洪醫師嗨 抱歉 當年你真的是花花公子 但是要上流 不要下流 他是很雙流 後來徐英媚因為被洪家認為 門不當戶不對 只能獨立撫養孩子 在徐國章10歲時 嫁給美國人母子倆一起赴美 徐國章急著認清 她表示是因為身體狀況不好 希望能把握任主歸宗的機會 不是為了錢 對於四身子一說 楊麗花的徒弟陳雅蘭 透過助理表示不知道這件事 好友邱麗寬則是沒接電話 徐國章強調會透過DNA和法律途徑解決人情問題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就想見 smoothly 楊天大根